好 回到第二节的节目 这一节就会跟大家去到澳洲 看这场两岁马的一级赛蓝钻石錦标 这场都是当地其他场最具分量的一级赛 所以冠军的马的水平都相当不错 也有很多已经成为了不错的总马 比如15年的冠军杜拜祥奇 16年的极选 18年的极选人同样都是不错的总马 至于21年的冠军的雅腾云就结试赛 团体的马亚腾结熟 潘顿也帮他赢过一级赛 至于23年的冠军和道小姐 离了香港跑 就加入了希斯马防现在是77分 看他表现如何 练马斯方面就有两个阵营比较旺 分别是斯洛敦阵营和菲特文家族阵营 希斯也赢过两届 不过就有不同人 那骑士那方面 咦 看到麦刘叔叔加里 迎过轮街 加里叔叔 大家就知道他在香港就比较失意一点 甚至没那么好 但原来他在南转石錦表表现也挺不错的 始终回到家乡也会精神一点的 多一点支持的 是的 今届其实也收拾了一只挺好实力的马 看看他会不会也有机会赢第三届 当然譬如说维基力 薛凯华 甚至戴文高 这些大家那么熟悉的骑士 都赢过南转石錦表的 而今届他们也是持有实力的 看回战线方面 始终这场南转石就会有预赛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军军 都是走预赛战线上来的 但是值得留意的一个特别点 就是他分了红马 燕马组 和黄马组的预赛 但是挺特别的 红马燕马组竟然是三级赛 黄马反而高级过他们的二级赛 是的 但是近届就似乎以红马组的表现 再好一些 至于考彼得马上 黄马组就不难跑的 基本上一出门就跑一条 摆直路 之后才转弯就进了一个直路 也不是说很急的那些 只不过直路就偏短一点的 所以直路的颅位都挺重要的 那我们第一条片 就先看看红马组 南转石那些预赛的红马组 斯诺敦阵阵营有两匹 现在在当年都普遍受注目的 分别就是贴身户和满干径 我们都是选了 他们其中一种做首选的 韩就选了贴身户 没错了 我们这场是非常坚定为斯诺敦阵营 是摇旗立善的 我们做拉拉队的 那我自己就选了贴身户位先 贴身户位当然了 他受注目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输过 跑两场赢了 最初是费明顿赢直路 赢得很轻松 接着隔了四个月 跑这场预赛 也都是赢得的姿态是挺好的 也都是看得出 保持着有进步 经常说两岁马 特别重要是红马 其实就好而有脾气 或者阵上很难操控的 但是你看到贴身户位 其实这场走着的三担 虽然有阻挡 但是其实走着都挺顺畅的 是还有少许的头位 白质 但是以两上马来说 我都觉得已经挺不错的了 你看他直路都是走着直线 在薛开华跨下 其实那个反应都是非常之好的 赢着转一心思 都督定的 这次过来挑战一级赛 幸好就是他跑这个考菲尔德马一场 已经是有过经验了 你说跑1200 I am invisible 无理由不到1200 而且执到六档 也都是挺好处理的 只要形势 不是说一出门 就被人推了出去 网空 之类的 我觉得以这马的进度 和他的潜质来说 这场都是有点差的 我觉得头侧以两岁马来说都不能称得上是很大的缺点 起码的僵口都算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他的跑法也是灵活的 不过我就喜欢一只满干镜多些 这场预赛其实他就是大热门来的 但是薛恩第一次跑 出门有点慢 出门慢了之后 薛恩给几步跟上去 就见他没什么抢口 但是去到直路 失足了整条直路 差不多接近没有骑过 你莫公就下边了 可能吹策都不见到几步 是 但是你看他没段追上来的势 其实都相当之不错 因为始终 预赛和正本来相隔的日数都是两个星期左右 那他这场是整场没用过 但是就被薛恩摸过一次 只要更加了解这个马性 我觉得都是好事 那这次排十档应该不会失落 而且也是遥远星空的指质 也够早熟 所以除了贴身护卫之外 我觉得满干的都是真性分子 是啊 I Am Invincible 和遥远星空 当地也是非常出名 也有很值得手可以的富系 加上斯洛顿阵营 之前近十届又赢得多 也都是今届出了两个这么好实力的马 希望他都可以叫做两个马都交到很好表现 再赢多一届这个男主持试赞标 但是其实这场始终是两项马 很多马斗进度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要估计的 那究竟哪些马会跑得好一些呢 接着来看的加罗伯利锦标 第二第三名的森毛位 交通督道 其实绝对都可以在这场赛事争到的 那说一下第二门的森毛位先 那这件衣服其实正是贴心护卫的衣服 是同主马的 而且原来都是扣女的 是的 那都是斯洛顿阵营的马 那这一只就没赢过的 但是这场马呢 坦白说他出脚其实真的不漂亮 有点高 有点滑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只马是一只相当有斗心的马 他就是用盲力 但是他没断 后竞其实都挺吸引 还有台元都相当之不错 那负是比罗格 那我想都是属于一些比较早熟的 在他走规真的没够熟的 所以尤其他在里面 赌不如排16档更好 扔出大外档冲 冲得多少得多少 反正戴文告正正就是上届 蓝注尺 冠标冠军骑士都是当王的 看下这个森毛位 可不可以帮斯洛顿阵都拿得很成绩 嗯是啊 这森毛位其实你看回他入籍牢那时候 还是落效投马的程度也挺远的 但是就和你说 虽然他一直挨来挨去 骗来骗去 真的还没熟 而且和你说出局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他真的很有斗心 很有黑 越打越追上来 虽然是史卓丰富 戴文高 但和你说戴文高其实都是上届的冠军骑士 而且他回到澳洲 其实本身他也是一个几个实力的骑士 所以他的后上我就不太担心 所以既然都选了贴森毛位了 同主兼扣女的森毛位一拼 但是我也知道 除了森毛位之外 第三个交通督道你也挺喜欢的 是啊 那这场交流百里感标其实呢 他就有点像那只满杆镜 在直路 组成直路 森毛没有跑过 他跟满杆镜不同而已 我觉得满杆镜是有点爆发力的 但是这只交通督道就有少少均速的 那 考第二个是森毛位 就第一次跑左转了 但是这只交通督道唯一一 win 就是赢考菲尔德阻转了 那这一场排十四当 我觉得对他来说就不是坏事来的 因为始终是streetbox的指质 以后可能要再跑长一点 那如果十四当转弯可以先走 考菲尔德有时是会利前置 或者会帮到他 看看伟纪力能不能再提升马表现 除了森毛位之外 其实这只交通督道 我觉得走规上是比森毛位会熟一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自己都会认为交通督道 嗯 没错了 所以交通督道其实都 希望他就不要好像 就是 就是患光劲那样有失了 就是两只马其实商场 走势都 就是有一些制愿不是那么好的了 希望这次我可以顺畅一点 都可以加得好表现了 是了 那之后就 看完红马组的预赛 也要看一下瓷马组的预赛 不过这一组我自己就麻烦了 我三个都没有 是 但我就知道阿韩都给了一些宝藏给大家 没错了 我其实挺喜欢这场瓷马组预赛的 第1名和第3名 就是火速基 和秒不心花 那首先讲一下火速基先 这只马其实 过来考菲尔德马场跑之后 就两场赢了 包括就是南转石干比的选择 和这场的瓷马组预赛 都是经压假剑尾 就是在他的跨客那里赢 虽然赢的距离不算很远 但是其实两场的马 赢的姿态都OK的 那这只火速基其实这次就排到10一档 对他这些要走三位 或者摆迟一些的跑法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看看这只马女再进步一点 会不会都可以交到 好表现可以赢到一些熊马 始终都是预赛冠军 但是比起火速基 其实我更加喜欢的 就是跑第三名的妙不心花 这只正正就是阿加里叔叔的马 他就是没赢过的马 真的是处类马 不跟贴心护卫这样就两点全胜了 而且这只妙不心花 除了我们说斯洛敦是旺的 非德文也是非常旺满的阵营 他正正就是非德文他们训练的马 这只妙不心花其实出道到现在 跑两场都是跑第三的 两场呢 初出其实就是叶满 他们都是大叶满分子 就是正正跟火速基跑 其实他两次跟火速基交手的 虽然两次都是输给火速基 但是其实在说的都是输半个马位 特别是这一场的妙赛 为什么我觉得他今场的机会 会比火速基好呢 因为你看看他入弯 其实是比那些马 是推得很开 他扔的弯是扔得很多的 当火速基已经撻痕了 走的时候 你见面不心花 是开始慢慢打上来 他的走势的终点 其实是越扣越劲 是黏着火速基的 无疑了这次连达文就没有跑到的 两场本身是他经手 这次都没有要到就给了加利叔叔 但是常常都说 加利叔叔香港不行 借回到澳洲 可以的嘛 是唯一担心这次排一档 始终这只妙不生花 有时候都要后赏 但是你看看他初出那场选拔赛 其实他是可以跟四五位的 只要他出门顺利 咬到漂亮位 而直到散得够开的话 我也很希望加利叔叔可以 凭这只妙不生花 都可以赢到一次 即是再赢得到一届的 蓝主石锦标 加利叔叔在澳洲一定可以的 我记得那时候跑到那只 落冠跑 是呀 就是加利跑 所以我就不担心 那个火速基呢 我看到数据 想骂你害怕不怕 是 因为呢 对上一只要赢了蓝主石锦标 选拔赛 预赛公关的痴马 是数到1987年的 Midnight Viva 是 因为这两场虽然都会赢 但他就不是赢得很厉害的 姿态就不算很出色的 究竟你有怎么看呢 当然他就真的没那么清楚 所以其实你说 问我自己排名呢 我都是排名不生花先的火速基 但是火速基真的是 但是尊重他就有进步了 近两场都准了 跑一下非德马 一场也都没输过 还有假结尾 都是发挥得这只马很好 看看他可不可以克服到 那个不理数据 在这场赛事也跑得好 看完千马祖之后 我就找到一些宝藏了 接下来的那场 这个主席赶表 都有宝藏 但是就是你的宝藏 那我交给你了 是啊 讲了我的宝藏之前 讲了一只当地大满线 勤勉区 它都是两战全胜的嘛 不过这次马我有两点 我少担心 第一就是它的走区 我觉得它跑的时候 其实脖子都是崩得很紧的 就是不太放松的 还有今次它要绑你跑 那你始终作为一只未败之士 突然间要到正本气要绑你 一绑你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可能是跑 叫做Traveling呼吸的问题 那这方面就真的有些忌忌 所以我就宁愿博一下跑 第二那只爱莲沙 那这场就练乏 就简骑它 因为刚刚阿航也有看那场 贼马战线 那连达民其实就跑那只 叶朗申发 名主持 名主持 是的 但是它就没有选择名主持 然后就选择了这只爱莲沙 那爱莲沙这场马呢 其实它 我就嫌它稍微留得厚一点 因为它跑那场 泰华锦标 而且赢了那场表列赛 其实它可以跟前跑的 它不一定要留得那么厚 但是这一场它尝试留到尾 追一段给你看 它都追得不错 还有我觉得这只马车的走区也算是熟的 起码不会说有抢头 好像很难操控 虽然我经常批评连达民这些平方 但是我也是批评他跑的均速马 这些试道一段 还有跑的短途 相对上那个 担心就没那么多了 既然连达民都选骑得 那穆德也是属于练短 和练得很好的 连达斯之前的胜语都是他练的嘛 所以也希望外联萨交了一些不错的表演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是啊 外联萨也都是近两场跑 厚非议德马场 也是跑得挺不错的 那真的啦 连达民就在他和妙北新花之间选 那就看看他会不会选错了 但是这个继续力的话 外联萨的确是会继续进步 都有机会去争的 其实经常都说两岁马斗进度 特别是这些赛事 你说爆冷真的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因为这样 我最后也选多了大冷门去摸一摸 就是这支王家路了 王家路其实刚刚在2月10号跑那场英里雪百万金大赛 他也是没赢的 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就是要不就选两场赢了 要不就选择从来没赢过的 王家路也是跑这么久以来 也是没赢过的 但是其实他也是挺准的 跑三场两个第1个第4 初出跑场表列赛 过不失 输了给火速机 穿堂选区那些 但是跟着那两场的赛事 一场玫瑰缸 一场蓝鱼 其实都一直都已经进步了 特别是这场的英里雪百万金大赛 你看他入彎的时候好像没什么 甚至跟外面这些马就有点碰撞 但是最后市场方向打下又有一些 打下又有一些 其实他越冲越劲 最近的是投马 因为全马其实已经跑掉了 但是你见一只王家路 其实修复了不少失地 这只马当然 你看他扶在Purrent Canto的话 其实长远都是要跑长一点的 所以你见他跑了1100 其实都要撻很久才撻着 你说如果今场加100米是跑1200米 那当然更加好 而且他排17档 这些走规还没很顺利的马 刚才你说的那只森毛位也是 既然都是左片右片或者很容易受影响 倒不如就排外档 入直路 扔出去冲一段的话 那看他这些马 都应该冲程挺长的 那可不可以走入一直冷位呢 是的 那你见我们在这场男主石锦标 都会选了不少冷门给大家 其实是有个原因的 就看看这个数据了 就是近五届未败马 角逐这场男主石锦标的成绩 非常之差 那今价有三者 其中近面区的当地大热门 那脱心目位 那始终是冷宿石锦标 红马祖的冠军 都会受注目的 但是看以往的数据 哇真是很差 譬如说有些甚至是大热门 那些什么法刑司 安法仪 宠爱嘉宾 全部都是当地大热门 屁都没有 哇 你说他不见 我现在也走到羽毛轮迟 我自己因为脱心目位走后 那见到这个数据 当然也有点担心 但是慶幸的就是 他作为一场两顺红马 那就是他走规也算是这样 那还有 帅可华也都是大赛骑士 也都赢过这场赛事 重点就是斯洛敦阵营 都是在这场男主石锦标很有心得 那这次也排到很实力的马 那希望这只那么好的跳身护卫 那么好的马 就可以克服这个不利数据 看斯洛敦阵营的旺势 可不可以帮他克服这个不利数据 那之后那条片看看全球最高赛金的赛事 就是沙特杯 那以往四届主队 美国队 欧洲队 日本队 各赢一届 那我们看看今第五届沙特杯 又看看哪个阵营赢了 没错 上届日本队出大军成功得手 之后也赢得很漂亮 今届他们吃过翻尴尾 所以也派很多马去到 那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再一次成功 去衛免这场的沙特杯呢 稍后回到第三节 就和大家聊一场全球赛金最高的 泥地赛事 就是这个沙特杯 喜欢我们这条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隔壁个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啦